艾莎左七夕PO出老公周明甫又向他求婚影片翻设自艾莎脸书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艾莎与老公周明甫去年4月登记结婚 适逢七夕情人节 他晒出两年前的七夕老公向他求婚的影片 周明甫用新的求婚计划让网友大呼好感动 求婚当天艾莎左被再去第一次约回地点 翻设自艾莎脸书 那天周明甫开车在艾莎却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抵达目的地后假借肚子痛上洗手间 其实是去换了整套西装 手捧一大束玫瑰鲜花准备给艾莎惊喜 中途还传送一段自拍再度飞去冲绳 只为买两个礼拜前在冲绳庆祝交往两周年 两人看众议的戒指的影片给艾莎 艾莎左与周明甫 又去年四月登记结婚 翻设自艾莎脸书 随后周明甫突袭车上的艾莎 单膝下跪跟她求婚 她看到突如其来的惊喜 连发出好几声惊叹声 嘴巴张得大大的直喊 怎么会这样 收下周明甫的鲜花与戒指后 两人心事永稳 接着艾莎像小女孩般 开心到不停地跳跃长达十秒 可爱的反应也闪下众人 影片截取自脸书 如遭一处请见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